先克莱休眠后怎样催芽 先克莱一边是在夏天气温升高的时候进入休眠期 叶子开始逐渐的变黄一直到枯萎 之后会逐渐度过休眠期 催芽步骤 1.在进入休眠期之后 不用将囚禁取出 直接带着花盆一起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2.注意遮蔽强烈的阳光 不能使所处的温度太高 适当地进行浇水 不能浇得太多 保持盆中微微有些湿润就可以 3.随着天气逐渐变凉 它会度过休眠期 一开始需要控制浇水 一个星期之后逐渐恢复浇水量 心芽会慢慢萌发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